你们说个秘密 其实90%以上的家庭都不幸福 因为谁家的锅底都有灰 你也不要总觉得 在这个世界上就你最苦 你看那些有钱的 看起来吃喝不愁 要什么有什么的 可老公一天到晚的不着家 有的老公顾家做饭洗衣服 但他挣不着钱 显得很窝囊 有的家庭爸妈都是高学历 可孩子是学渣 有的孩子是学霸 但是他长大以后功成名就 远走高飞 一年到头你都摸不着他的影 有的子女乖小 懂事听话 病床前面 忙前忙后的伺候尽孝 可没有啥大本事 实现不了你光宗耀祖的愿望 俗话说 谁满则易 月满则亏 不完美才是人生的常态 要求太过完美 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人不要太贪心 如果你非要求全 那得加上两个字 委屈 因为委屈才能求全 不要老是盯着自己没有的东西看 当你拥有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不珍惜 整天就知道看自己没有的东西 那你活得一定很累 自寻烦恼 生活知足常乐 才会幸福 人心简单 才能快乐 人生哪有什么都如你意 万事只求 败称心